就是中国外交就是要占据主导权啊 包括这一次我们来看到中国驻韩大使 也是措辞非常的强硬 直接提到了什么 直接提到了说你们不要赌中国会输 那韩国这个部分事实上没有错 邢海宁就是中国驻韩大使 也是表达了中国的立场没有错啊 可是呢这里面就是犯了一个外交上的 很容易被抓毛病啊 就是他去见在野党 是的 那去见在野党的李在明嘛 李在明上次只输这个隐席月0.8% 那这个很容易被韩国政府 把你说成是干涉内政了 你知道吧 那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邢海宁一定也是愿意见 隐席月政府里面的人啊 那可是可能声音传不上去 因为隐席月现在正在人来风当中啊 你知道吧 所以呢他只好曲线的 这个先透过李在明把声音放大 然后韩国政府一定很生气嘛 那到时候 这个邢海宁可能说 那你就跟我见一面大家谈一谈吧 因为你这样你会受伤的啦 因为他就讲说你赌中国书 这个完全没有根据的 而且韩国最近你也知道嘛 他对中国的出口大幅下降 他不仅对中国的大幅下降 他都大幅下降 美国都下降 所以你可以想象嘛 就是我估计 隐席月政府一定充满愤怒啊 也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他目前一面倒向美国这样的做法 事实上也救不了韩国的经济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闹情绪啦 你知道吧 可是那邢海宁就是 我想跟你见面啊 你又不让我跟你们见面谈一谈 那我只好去见你们的在野党主席李在明这样 那结果就闹出一个事件 一般来讲我们在外交上 不会这样处理问题啦 一般不会啦 一般就是大部分都是见执政党 比如说你去看中国驻美大使 也不会说去见共和党的那个麦卡锡 然后不通知拜登啦 不太可能这样搞啦 一般不会这样搞啦 那显然就是搞僵啦 那搞僵了我要告诉你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啊 你要重视啊 那我要提醒你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认为邢海宁的情况跟卢沙也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效果都是要放出一种声音啊这样 对就是效果面来说 确实我觉得中国的外交这次算是质地有声 而且就是直接了当的就是解决问题 刚刚教授提到比如说像韩国这一点的话 可能中国方面的声音 因为尹熙现在也是在疯癫的状态吧 就是也搞不清楚状况 可能传达不到 所以说您觉得这句话别赌中国会书 是透过李在明的声音 说给韩国执政政府听的 有可能是这个 嗯 感谢观看